蛤 什麼 你說 竟然要999塊 太貴了吧 不過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最近公事一部非常有名的劇叫做什麼 叫做斯卡羅 那部劇我看完了才發現 小滴雖然說貴為天龍國的台北人 不過我對於台北一點都不熟啊 那這個行程的好處呢 就是它會從清朝到現代 就會用我們的專業領旗來介紹這一段歷史 以及啊 現場你也不用擔心 以後你要租入拜台 租什麼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行程都幫你寬呵呵啊 我們會給你們提供 台湾雲爆的單車喔 那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呢 就讓我們一起了解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了解的台北城吧 大家好 我是單車小滴 小滴平常最喜歡做的事情呢 就是騎車逛逛啦 不過啊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功課的話 會怎麼樣呢 所有的行程就像是 網美一樣只能拍網美照而已啊 小滴看完了施卡羅之後啊 才發現 我真的和我的故鄉一點都不熟耶 應該好好去認識這個故鄉 不過我又完全不想要做功課啊 怎麼辦呢 就要參加這個行程 因為這個行程啊 有專業的領旗 小滴就只要放空 跟著去玩就好啦 還有啊 小滴看了一下行程 你們知道 猛甲電影裡面那個愛門 知道哪裡嗎 還有啊 寸土鎮金的台北 竟然在以前有一座台北監獄啊 是不是非常難想像 超難想像的 最後啊 流民船修鐵路建的那個第一座 而且它比我們的U-Bike還好騎超多的 超讚的車 而且現場你什麼都不用背 因為啊 我們的工作人員通通都會幫你穿BANBAN啦 大家啊 真的都不用太擔心這個行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行程我們有保母車隨行啊 即便你落戀也不用擔心 都會有人處理的 你只要在兩串交 一起去參加行程就可以了 我覺得啊 這次的行程有專業的導覽解說 可以讓我就是騎車去繞繞東西南北門啊 沒有西門 不是啦 主要是這次的行程啊 可以讓小滴好好的認識我的故鄉台北城 而且又不用準備單車 真是太棒了啦 好囉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喔 忘了跟大家說 你們趕快去報名啊 這樣才能跟單車小滴一起去騎單車走讀台北府啊 掰掰